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研究哪一类的食品 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加的健康 因为免疫系统健康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抵抗大部分的疾病 现在很多人忙碌碌碌 可能连吃水果的时间都没有 要不然就是忘记吃 那有些人就有这种说法 每天摄取一颗维他命C 就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基本的免疫系统 这个说法正确吗 它并不正确 并没有任何的科学的证据显示说 维他命C它能够防止感冒 或者是说单纯单一维他命C 它就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 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是必须要靠完整的食品来提高的 当我们从一个完整的食品 比个例子一个橘子 我从里面我把维他命C提出来以后 这个维他命C它就成为是一个药品 所以它就不完整 过量了以后就会带来副作用 比个例子来说 过量的维他命C 会让我血液的铁含量上升 我反而会比较容易得到心脏病 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过量的维他命A 对怀孕的妇女就不可以使用 而且也会带来骨质疏松症 所以应该要抽一点时间吃完整的蔬菜与水果 是 谈到吃水果 有人就说其实吃水果应该在饭前吃 这样对提高免疫系统有帮助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吗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为什么呢 当我们还空腹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我们摄取一个比较好的营养 比个例子来说抗氧化剂 植物营养素 那我们的消化道吸收的能力会比较好 而且现在肥胖症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 如果说我们饭前先吃我们的水果 那我们也可以减少我们该吃的那些比个例子来说 不应该吃的那些脂肪肉类 所以我会建议人们说先吃水果 然后再来喝汤 然后再来再吃比较不营养的那些菜了 是所以观众朋友们也会要记得 水果不要流到吃饱 吃饱之后才来吃 饭后还汤汤了之后水果整个颠饱 今天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那到底还有哪些食物可以增强我们体内的免疫力 除了水果跟蔬菜之外 其实我们能够从水果蔬菜里面 摄取到我们所有对免疫系统好的营养 中国人每一次一个人生病了 我们可能会炖鸡汤 对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吃这些肉类的东西 它并不是叫做营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吃一大块的肉的时候 我身体马上会分泌出一个荷尔蒙 叫做Postaglandin 这个荷尔蒙分泌出来以后 我整个抵抗能力都会下降 但是不可否认的 在一些动物身上 我们也可以找得到多糖体 多糖体呢 它有利于提高我的免疫功能 但是呢 除了动物身上以外 我们也可以在菇类 比个例子来说 香菇 巴西蘑菇 林姿 或者是呢 比个例子云姿 各种各类的菇类里面 我们也可以找得到多糖体 所以呢 我们也不需要 从动物里面来摄取 这一类的营养 但是从一个水果 或者是一个蔬菜里面 我们就必须要去挑选 哪一类的蔬菜与水果 它里面含的抗氧化剂 或者是它含的植物营养素比较高 因为呢 这一类的东西越高 对我们的免疫系统越好 是 讲到这个食物 我们就讲到蛋白质 蛋白质里头有分 动物性的蛋白质 跟食物性的蛋白质 哪一类的蛋白质 对加强免疫系统会比较好呢 而且这两种蛋白质之间 有哪些不同呢 它是有所不同的 一直以来呢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动物性蛋白质 比较容易吸收 但是呢 最近的科学研究 显示出来 植物性蛋白质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吃的大豆蛋白质 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 尤其是免疫系统 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动物性蛋白质 吃到了我们身体了以后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吸收 与消化 所以呢 一部分的这一类的蛋白质 它会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再带来各种各类的过敏症 在美国做了一项研究 我们就给孩子 一部分的孩子喝的是牛奶 一部分喝的是豆奶 我们发现了说 喝豆奶的孩子 得到的过敏症比较低 而美国的糖尿病者协会 他们也建议应该要使用 豆类的蛋白 因为它对于肾脏 比较不会带来负担 那我想关心的是 很多人呢 就是年老都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 那哪一些疾病是跟免疫 这个影响系统失调是有关的 其实呢 大部分的疾病 都跟免疫系统失调 有直接的关联 比个例子来说 当我的免疫系统受到了刺激 那我就会得到过敏症 从呼吸道的过敏 到了皮肤上面的过敏 到我肠胃道的过敏 如果说呢 我的抵抗能力太弱了以后 我就比较容易得到感染 比个例子来说 病毒的感染 细菌的感染 我也会很容易就会得到癌症 当我的免疫系统分不出来 谁是敌人 谁是自己人的时候 我就会得到慢性疾病 比个例子来说 糖尿病 风湿性关节炎 这一类的疾病 都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联的 这个免疫系统就是跟抵抗力有关的 对 那么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发现说 自己的免疫系统可能下降了呢 好像快要生病了 比个例子来说 你有发现吗 有一些人 你在他面前咳嗽 他也不会得到感冒 另外一些人 你随便跟他吹一口气 他马上就会得到感冒 那一模一样 就算我们大家得到感冒 有一些人 人家过个两三天 就像没事一样的 另外一些人 他可能躺个一个礼拜 还躺在那一边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普通的一个感冒的一个病毒 每年也夺走了全球五十万人的生命 所以呢 这就证明了说 这部分的人年纪比较大 抵抗能力比较弱 如果说我对于疾病 我的恢复能力比较强 那就是表示着说 我的抵抗能力比较好 嗯 我们一直在说抵抗能力 我们都是在偏重于吃嘛 吃可以增强 那当然要慎选吃的这个食物 那么心情呢 心情有没有关系 心情好 是不是免疫力就会加强 当然了 如果说呢 我生气 或者是我一紧张 或者是呢 跟男朋友跟先生吵架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我的身体就会分泌出一个荷尔蒙 叫做Portical Steroid 这个荷尔蒙分泌出来了以后 我的抵抗能力 快速的下降 半个小时就会下降 下降多少呢 它会下降80% 哇 我本身研究癌症 如果说我们拿这个比例 来看说 那我对于得到癌症的比例 会影响有多少 它等于就是说呢 当我分泌出这个荷尔蒙 我得到的癌症比例 会比健康的人快乐的人 高出100倍 所以呢 我就常常说了 我说 千万千万不要生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命要紧 是 其实除了这个 我们刚刚谈的说 这个心情之外 对 压力其实也是会 使到我们的 这个免疫能力下降 甚至会导致 那是因为呢 当我们有了压力的时候 其实呢 我们的身体是进入一个备战 也就是说呢 它是说 比克里斯在古时候呢 我们要防敌人啊 或者是呢 有动物要来吃我们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进入备战 所以呢 我们会下降我们其他的功能 然后呢 会分泌出兴奋剂 让我们能够抵抗 这个外来的一个敌人 那在现代的社会呢 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们一旦有了压力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做运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古时候呢 你说 我碰到敌人 我是用打架的 对吗 我去防敌 但这些现代的社会呢 我们又不可以说 哪一天呢 跟老板不高兴说 我们出来打一架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我知道了我有压力 我就会去运动 我一运动 我一流汗 我就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 下降我抵抗力的荷尔蒙 把它给排泄出去 那么像环境污染好了 还有抗生素的滥用 以及防腐剂的充斥 这三点会不会降低 我们体内的免疫力 当然会 当然会 所以呢 药物呢 绝对不可以滥用 大部分的感冒 它其实都是病毒所引起的 它并不是细菌 所以就算我们吃了抗生素 也没有效果 在中国 每年 以往 他们会有八万人 因为滥用抗生素 导致死亡 当我使用了很大量的抗生素 我的抵抗能力会下降下去 所以它不是万灵丹 绝对不是 另外目前很多人流行就是素食 对 是不是说吃素食就会比较健康呢 这呢 就要看了 大部分的人吃素 它并不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它是因为宗教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有一天啊 我朋友就请我去吃一个餐馆 它是素的 但是呢 我发现了说呢 在那里面呢 连牛排啊 都有 但是它是素的 你还可以用刀叉切 这就表示着什么呢 这就表示着说呢 我们把一些素食已经制造到了 它营养成分 没有 它只是注重在于一个感官 口感 那如果说呢 我们是这样子一来的话 当然会营养不良 如果说我们要吃素 那我们一定要种类够多 种类多了以后 那自然而然没有错 吃素就会比较健康 是 种类多然后也要均衡 对对 像这个素食者 它们没有办法摄取到的像 腥啊 钙啊 蛋白质 它们可以从哪一些食物方面获得呢 比个类子来说 大豆 大豆里面的蛋白质 其实呢 要比牛肉要高出两倍 鸡蛋高出六倍 要比牛奶要高出十二倍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在吃很多蔬菜里面 它也有钙 其实很多很多的营养里面 你只要种类够多 我们不要来选说 我只要吃绿色的蔬菜 我应该来说 颜色越多 对于我的免疫系统越好 越好 是 我们今天也谢谢陈博士 上节目跟大家谈谈 这个关于免疫系统如何加强 谢谢 谢谢 从陈博士的谈话 我们可以发现自己 就是人类不能改变跟疾病的拉锯战 可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避免自己成为战役下的牺牲品 是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饮食均衡 对 还有多种运动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